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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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學 我們上課 三位呢 我們談到這個 Half Range Expansion 好 那 這裡我們看到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 利用信號本身 它這個 或是這個 函數本身的對稱性 我們可以把 這個 Full Series裡面 某些 Term 把它這個去掉 那這個最主要的是 有兩大類的 如果說我們知道這個 周期性函數 F 它是有 偶對稱就是 Even Symmetry 的這種函數的話 也就是說 F 左右是對稱的 像這樣的話你可以知道 Full Series裡面只會剩下 這些 Even Terms 也就是這個 Constant Terms 跟這些 Cosine Terms Bn 也就是 Odd這邊 Bn一定是等於0 那這樣子的 Series 我們就說它是 Furier Cosine Series Furier Cosine Series 另外一方面 如果說它是 偶對稱的 也就是說這裡的 Odd Function Odd Function F F 所以只差一個符號 除此之外 是對稱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 Furier Series 只會剩下 Odd的部分 就是 Sine Terms 那常數項呢 跟Cosine Terms 都沒有 都沒有 那這樣子的一個Series Furier Sine Series Furier Sine Series Furier Sine Series 那這個 Furier Cosine Series Furier Sine Series 你可以看到 它都只需要 就像說 Furier Cosine Series 它只需要 去計算這個 An的 那 因為呢 它有對稱性 所以呢 它的這個 就是 你可以看到 那個積分的 周期是 積了一半的周期 積了一半 就是 本來應該 General Furier Series 譬如說 從負P到正P 一共是2P的 現在只要從0到P 然後這邊是P分之2 所以上面有個2 那這個 Furier Sine Series 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從0G到P的 這樣子一個 這個 Integral 那這是P分之2 好吧 這是Furier Cosine 跟Furier Sine Series 那這是 就是假設 我們這個 Function F of T 本身呢 有一些 這是Even 或是Odd的Symmetry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看 這樣子呢 到底有什麼用呢 這個 這種技巧呢 這個 常被用在 一種狀況 我們叫做 Half Range Expansion 那這個 Half Range Expansion 這個可能要追溯到 原來 Furier 這個 法國數學家 對不對 他在研究 這個PDE的時候 我們還沒叫PDE 但是 在PDE的過程當中 用某些方法 譬如說分離變數法 分離到最後呢 在 空間這邊 會有一個ODE 那個ODE 這個 它 只要 在這個 一個 Finite Interval 一個有限的 一個邊界中間 是這個 滿足的 然後呢 這個邊界上要給條件 我們上次講說 這個叫 Boundary Value Problem 所以 在這個 Boundary Value Problem 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要在 這個 一個 就是 Finite Interval 裡面 這個 也許從 X等於0 假設這個 橫走在X走 這個是X equals L 那在這個當中 要滿足某一個 這個ODE 滿足某一個ODE 譬如說 我講幾個例子 譬如說 Y double prime 加上K Square Y equals 0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Second Order 的ODE 對不對 在這個 左邊呢 這是 Y of 0 又指定了 那麼右邊 Y of L 也有給了 因為它這個是 Second Order 你需要兩個條件 這樣的 是一個 Boundary Value Problem 的一個例子 這樣一個例子 好 這個時候呢 有可能 在這個Interval裡面呢 我們有那個需要 去近視一個 給定的一個函數 一個給定的函數 譬如說 在這個Interval裡面呢 我們想要去 去這個 Approsimate 一個這個 譬如說長 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譬如說長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譬如說長這樣子的一個函數 譬如說在這個Interval裡面呢 我們有一個 這個F of X 我們想要去去這個 去去Match這個F of X 那 那 Fourier呢 他就想說呢 是不是有可能呢 去找一個Fourier Series 那這個Fourier Series呢 至少呢 在這個Interval 從0到L這個Interval裡面呢 假設你加了足夠多像之後呢 它的這個結果 這個Summation的結果 這Fourier Series呢 可以近視呢 這個Given的這個F of X 好 那但是 這個想法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 Fourier Series 我們有個假設 Fourier Series 只適用於周期性函數 對不對 周期性函數 所以呢 變成說 我們這Fourier Series呢 它雖然說 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 在Match這個Interval 比如說 這個Interval裡面呢 它的這個 這個Fourier Series呢 跟這個Given的這個Function 接近就好 但是同時呢 怎麼樣 在其他的Interval 它又周期性的會複製 周期性的會複製 不過通常這個不是一個問題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目的只需要 這個Interval裡面的對就好 這個裡面的近視呢 能夠很接近就好 好 但是其他Interval 周期性出現 這個只是在我們的 這個這個 心裡知道就好 好 那 所以呢 Fourier呢 Fourier呢 就這樣子 就是呢 它呢 利用呢 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對稱性 我們 這個 例如啦 說 我們有一個這個Function 它是在0到P之間 需要呢 像這個實現的 我們需要去Match 一個這樣一個實現的 這樣一個一個 一個Function 好 那麼這樣子一個 實現的一個 這個Function呢 如果說我們要找一個Fourier Series 去Match它呢 那 而且我們的目的呢 只需要呢 這個Interval裡面Match 至於其他的周期性複製呢 這個 這個就不是我們的 這個Concern 我們就不去管它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當然去找什麼樣的 我們當然去找 比較簡化的這個Fourier Series 對不對 那簡化的Fourier Series 我們剛才看到說 如果說我們把它Build in 它的對稱性的話 我們這個Fourier Series 你就不用寫那麼多項 你就可以呢 把它簡化成Fourier Cosine 或者是Fourier Sine 可以把它寫的這個 這個簡潔一點 對不對 少一點 但是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 給它賦予 我們要賦予它 某一種對稱性 好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看 我們現在的這個目的呢 是我們想要去Match一個F of T 這個F of T 它是在什麼 0到P之間給的 OK 那我們 接著呢 我們要給它做 Paraotic Extensions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用Fourier Series 對不對 Fourier Series只有對周期性函數會Work 是 所以我們要給它周期性複製 周期性複製 好吧 那 這個 周期性的複製呢 那這個 這個 既然是周期性的複製 而且你看我們現在周期是選2P 對不對 2P 所以呢 我們除了這個 我們要Match的這個對象之外 這一段 0到P這一段 我們要給它Create一個另外一段虛的 這一段 譬如說從-P到0 -P到0 這個虛線這個部分 對不對 假設這個部分呢 是一個F of T 是一個F of T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要 除了這一段實現之外呢 我們呢 Create一個從-P到0這一段 然後呢 把它弄成一個 周期是2P的 周期性函數 周期性函數 好 那當然呢 這個原則上就是說 這樣子呢 這個F of T 是任意的函數都可以嘛 只要它這個2P periodic的 function 都可以 但是呢 我們通常呢 我們不會至少麻煩 弄一個這個 這個 太過任意的 隨便的一個函數 我們通常是怎麼樣 我們故意去 去給它 讓它 偶對稱或是 雞對稱 對不對 偶對稱或雞對稱 因為呢 如果說你選的是一個 Even symmetry 就是說這一段 之外呢 你給它Create一個 Even symmetry 所以如果說是像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是0P 對不對 那它這個 我們要match的這個 這個函數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要給它的這個 這個 如果說是Even symmetry的話呢 變成什麼 從-P到0這段呢 要有一個 偶對稱的 這樣子一個函數 對不對 這樣子左右對稱 這樣左右對稱 那 所以現在呢 就這樣子給它一個 這樣一個函數之後 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什麼 就是一再Repeat而已 就是一再Repeat而已 這邊也是一樣 一再Repeat OK 所以 這種的是Even function 既然你 你現在把它 周期性複製之後呢 又把它 這個 給它 Build in一個 even的這種 偶的這種 Symmetry 所以呢 這個Fu-ray series呢 就用比較簡化的 Fu-ray cosine series 來表示它就好了 是不是 Fu-ray cosine series 來表示它 好所以這樣子呢 這個Fu-ray cosine series 然後呢 這裡面的這些 coefficient 只有這個series不行 這個A0 B0 還是要給它一個 這個 這個值嘛 對不對 這個值怎麼計算呢 就是用剛才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周期性函數 跟這些coefficient之間的 計算的式子 是這個式子 這個我們上次講 就是一個 Analysis Equation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 這個An 這個包含 0 N等於0的那個term 都可以用這個 這個式子來計算 這個式子來計算 所以這個是 Even Symmetry 好 當然呢 你也可以使用了Asymmetry 好 如果是Asymmetry的話呢 我們剛才的這個 這個 這個Fu-ray 這個應該怎麼樣 應該 把它左右 對稱過來之後呢 在上下翻轉 在上下翻轉 所以它可能是長這樣 是長這樣 好不好 像這樣 這個周期性複製之後呢 它就變成了 這個變成了 這個 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子 然後 等等 所以這個 就看你的這個 對稱性是怎麼樣 你給它做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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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周期性的這個 延展 這種複製 它就 變成一個 這個具有對稱性的 而且還具有周期性的這個函數 所以 這樣子的話呢 Asymmetry呢 你當然就是可以使用 比較簡化的 Fu-ray sine series 來這個 表示這個 這個 周期性函數 然後呢 這裡面的 coefficient 計算方式是這樣 好 那如果說 你能夠 這個 這個 用電腦 這個 給它加這個 summation 加足夠的像的話呢 你可以呢 把這個 就是說 因為你的目標主要是0到p準就好 對不對 0到p的match的效果好就好 是 所以這一段呢 就可以呢 這個去match 至於其他呢 就是說 這完全是觀念上面的 這個 周期性的複製的那個部分 就不會 這個影響到我們這個 這個解題的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主要只是要這一段 中間這一段 好不好 這個是 Half-range-expansion 跟這個 這是 這個 Symmetric的這一種 這種 這個 periodic function 的這個關係 好 那我們看過了 這個 這個 看過 Foot-Cosine Series 還有 Foot-Sine Series 接下來呢 我想呢 來 介紹一下 這個 幾種 Foot-Series的變形 那 Foot-Ray Series 呢 最基本型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有一個 constant term 對不對 A now over 2 然後呢 Summation of 這個很多 無限多個 這個什麼 Sine Cosine Terms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Basic Form 有時候呢 會因為你的應用 或是 這個 可能不同的文獻 它的這個形式 它的Form 會長得不太一樣 會有點改變 譬如說呢 有時候呢 有的人喜歡用這一種的 他把它配成一個 trignometric 這是什麼 三角 單一項的這個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 那這個 怎麼 怎麼樣 這個 形成呢 我們可以這樣看 這個是它 原來的 Basic Form 對不對 那這個Basic Form 我們可以呢 把這個 Summation裡面 Summation裡面 都提一個這樣一個Factor 就是 Square Root of A n square plus B n square A n平方 是B n平方 然後開根號 提這樣一個Factor出來 那這個 A n b n呢 就會產生一個 這樣的分母 這樣一個分母 這樣是做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 這個三角函數 我們去create一個角度 其實不是一個角度 兩個角度 這兩個角度 一個叫Gamma 一個叫Delta 那麼這個Gamma 跟Delta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直角三角形 一個骨是A n 一個另外一個骨是B n 所以這個斜邊呢 就是什麼 A n square plus B n square 然後什麼 t square root 開根號 所以這變成斜邊 這個開根號這個斜邊 我們把它叫做大A n 大A n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呢 這個 好 然後我們Define 這是A n A n就等於Square root A n square plus B n square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斜邊 那當n等於0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常數項 我們把A0叫做A0 好 那麼 所以呢 這個直角三角形 我們看到有兩個這個角 對不對 這兩個這個這個就是 銳角 這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Gamma n Gamma n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Arctangent 來求對不對 B n over a n 然後Arctangent 好吧 那這個Gamma n 跟Delta n呢 是互為余角的關係 對不對 它兩個加起來呢 是這個 是這個90度嘛 兩個加起來是90度 所以呢 這個Delta n 只不過是Gamma n呢 的這個瘀角 所以是2分子拍緊 Delta n 是不是 好 所以這個 你可以 這個這樣子呢 來這個 這個就是 把它重新參數化 我們introduce 這個大a n 還有這個 譬如說Gamma這個角度 還有Delta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剛才呢 這個Basic Form 剛才已經把它 把它改寫成這樣對不對 這改寫成這樣 這個小a n over 這個Square root 這個Square root 就是這個斜邊嘛對不對 這斜邊 所以是什麼 CosineGamma n CosineGamma n 然後呢 這個b n over 這個Square root 這個就是 b n over斜邊 b n over 這個斜邊 所以這是什麼 這個Sine的 這個Gamma n 是不是 所以這裡面的這個 括號裡面就是 CosineGamma n CosineNpi t over p PlusSineGamma n SineNpi t over p 所以這是Cosine Cosine SineSine 這剛好可以什麼 這個Tau呢 我們三角橫整式裡面的 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 Cosine的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 算合角公式 合角公式 CosineCosine加上SineSine 就是Cosine的 這個角減這個角 對不對 所以是Npi t 事實上你要寫成 Gamma n -Npi t over p 或者是 像這樣子寫也可以 因為它只差一個符號 那Cosine 對正符號是沒有影響的 對不對 這個不管正的負的 這個Cosine的 Cosine的值都是一樣的 所以 這個呢 你把它寫成這樣 你Define了一個 這樣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有個斜邊 有個這個角度 你可以把這個 F of t 就把這個 瓜號裡面這個兩個Term 利用合角公式 把它怎麼樣 Combine成一個Term Combine成一個Term 所以 這個 可以這樣做 那另外一個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 Delta 這個就是它的這個 Gamma的語角 就是這個Delta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變成 SineDelta 那這是Cosine 那這個CosineDelta 那這個是Sine Cosine 加上Cosine Cosine 這個也可以用那個 Sine的合角公式 對不對 所以就相當於這個角 加這個角 Sine的 這個兩個角相加 所以就變成這個 Sine的NπT OVP加上Delta N 那前面共同的這個因子 這個Square Root 這個斜邊 所以這兩種expansion 都有這個AN 大AN 這個大AN 好不好 所以這樣子這兩個Term 就Combine成一個Term 對 那這樣子呢 好像有比較簡潔 那事實上 你看一下 它所需要的參數的個數 並沒有減少 你看看這個 你看它這個 原來的Basic Form AN BAN 每一個AN 它就要兩個參數 對不對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變成 這個大AN 還有一個角度 還有一個這個角度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大AN 就是我們所謂的 Amplitude Amplitude 正伏吧 正伏 那這個 譬如說這個 Gamma N好了 這個叫做 Face Face 或是Face Angle Face Angle 好 那所以呢 你要這個 represent這樣一個 Paraotic Function 那個Fluerate Series 你還是逃不掉是 每一個Order 你需要兩個參數 這一種就是 AMBN 小AMBN 那這個呢 就是什麼 Amplitude 跟Face 所以還是一樣 需要 需要這麼多個參數 只是說 這個看起來 乍看之下是 比較簡單 只有一個 Cosine Term 或者是一個 Sine Term 好 這是一種form Single Trigonometric Form 就是單一的 三角函數 好 接下來呢 這個呢 form呢 可能更加 應用更加的多 這個叫做 Complex Form Complex Form 那這Complex Form呢 它主要就是 把這個 Paraotic F 它把它配成一個 Infinite Summation 好 那這Infinite Summation 跟前面的 Infinite Summation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什麼 你有注意到 它的這個 N的下標 下標是從 Minus Infinity 開始 前面這個 Basic Form 是從 N等於1 從1開始 一個是從 Minus Infinity 好吧 所以 這個 有點 有點差異 然後呢 再過來 後面呢 不是Cosine Sine 不是那些 三角函數 而是一個什麼 E Power I Omega N T 這個是 叫做 Complex Exponential 這個是 Complex Exponential Nant 那 事實上 這裡的這個 I呢 就是更號負一 更號負一 所以 E Power I Omega N T 它事實上 它是一個 Complex Number 那如果說 你把它十部七部寫出來的話 是 Cosine Omega N T Plus I Sine Omega N T 我有沒有符號 沒有符號的話 那就是 這個是正的 好 所以 這個 Complex Exponential 它事實上是一個 Complex Number 那你也知道 這個Complex Exponential 事實上怎麼樣 它的道小 它的Magnitude 也就是它取決略值 E Power J I Omega N T 不管這上面 是什麼東西 它的這個決略值 是 E的 Always 是E的 因為你把這個Cosine Square 把這個Sine Square兩個加起來 這是E 這開根號是E 是不是 好 那 所以這個Fullet Series呢 改寫成這樣 那 這裡面的 我們Define了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 Coefficient 這係數叫CN 這個CN 它的計算方法 它的計算方法是1 over T T就是周期的 所以就是前面的2P 2P 那麼 從0到這個 大T 這個其實也不一定要從0到大T 只要是spend一個 一個這個 period就行 所以你要從負二分之大T到正二分之大T 也可以啦 這看你的 這個 反正它是D 到這個D呢 加上大T 如果說你是 你是取成這個 這個D是二分之T的話 負二分之T的話 你也可以 就是說 負大T over 2 大T over 2 重點就是說 這個Integral的區間 必須是一個周期 Anyway 這樣子呢 這個你就 把這個F of T這周期性函數呢 你乘上E power minus i omega nt dt 好 那這樣做一個 這個整個Period的這個Integral 然後再處理大T呢 就可以求到這個係數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裡面這個主角 主角 就我們的這個Basis function 或是說Kernel function 是Complex Exponential 這兩個呢 只差一個符號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的 好 那這個Complex Exponential 是一個負數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叫做一個Complex Form Fullet Series的Complex Form 好 這個Omega n是什麼 這個Omega n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頻率 頻率 但是它不是一個連續的一個參數 它呢 Always是怎麼樣 2pi over t的n倍 Omega n就是2pi over t的n倍 或者說n乘上pi over p 就是用我們以前的符號 大T是2p的話 那就是pi over p的這個n倍 或者你可以寫成呢 就是什麼 Omega 1的n倍 Omega 1呢 是2pi over t 2pi over t 這個我們叫做 Fundamental Frequency 這是 Fundamental Frequency 好 那所以呢 我們發現呢 我們做了這個Fullet Series 它的這個Frequency Always呢 是Discreet的 但是有無限多個Frequency 那它的這個Frequency 是離散的 Discreet的 等間隔的 那那個間隔呢 就是什麼 這個Omega 1 而且第一根 第一個呢 第一個頻率就是2pi over t 這個 Fundamental Frequency 然後你看到 因為這Omega 1是這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T如果越大的話呢 這個 Fundamental Frequency 怎麼樣 會越低 會越低 所以就是說 你在這個 這個 這個時間域 在時間域 它的周期很大 越大的話呢 你會造成呢 這個 在頻率域呢 怎麼樣 它的這個 這個 就是 基頻 還有這個 每一個這個 Omega n之間的 相鄰兩個的 這個間隔 這樣隔 因為這個 Omega n 我們做Define 叫Delta Omega 等於Omega n 減掉 Omega n-1 這個就是Omega 1 是不是 這個呢 會怎麼樣 會越小 所以你看到 這個間隔 這個在 在 時域的 周期就好像間隔一樣 這個 在時域的周期 越大的話呢 在頻率域的 這個間隔 或是這個 基頻就會越小 反之 在時域 越小的話呢 在頻率域 就越大 這個此消彼長 在兩個 在兩個Domain Time Domain 跟Frequency Domain 這個 這個Duration 或者說 這個Frequency 這個Resolution 或者說 這個Resolution 在兩個Domain 怎麼樣 會此消彼長 你要一個大 另外一個Domain 就會小 你要一個小 另外一個Domain 就會大 這種呢 我們這個 有個名字叫 Heisenberg Uncertainly Principle 好嗎 其實這個 本來這個 這個Principle 是 是這個量子力學 裡面的一個 一個Principle 跟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 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個Principle 只是講說 我們說 我們要 測一個 基本例子 譬如說 這個電子 的這個位置的話 你為了要 很精確的事情 去Majure 它的這個位置的話 你要怎麼樣 你要波長很短很短的 就是 這個非常高頻的 這一種 波長越短的話 那個Wave的能量越大 那 這個 要 這個波長很短的波呢 去Detect 這個電子的位置 可是呢 在這個波長很短的 這一種當中呢 因為你的這個波能量太大 你一碰到那個電子 那個電子 就被你彈走了 所以那個位置就不對了 所以 變成一個兩難 你為了要這個解析度很好 非常精確去Majure 它位置 所以你用高能量的波去Detect它 可是呢 這個時候呢 就更容易去驚擾到它 讓它的位置測不準 那這個也有點這個味道 這個就是說 我們在Time Domain 現在呢 要一個東西很大的話 在Frequency Domain 這個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會變得很小 像是解析度的問題 好吧 這個事實上 這個是 DSP裡面的一個 一個基本觀念 訊導處理裡面的一個 基本觀念 現在順便提一下 Anyway 這個是Complex Form 好 這個Complex Form 怎麼來的 也就是說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Form 跟前面的Basic Form 是等價的 是Equivalent 我們接下來導一下 這個呢 我們仍然從這個Basic Form出發 所以我們有Constant Term Cosine Term Sine Term 現在呢 我們利用這個三角的橫等式 我們知道說 這個E Power I Theta 這是一個Complex Exponential Cosine Theta加上I sine Theta 或者說呢 這個加減 那這個加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Cosine Theta 就是什麼 這E Power I Theta Plus E Power Minus I Theta Over 2 對不對 然後Sine Theta呢 跟這個很像 這E Power I Theta 但是這個變成減的 Minus E Power Minus I Theta 然後Over 2 記得還是加一個I 有個I在這裡 所以 利用這樣的一個 這個三角的橫等式 你把這個Cosine Term 你把它改成Complex Exponential 那這個Sine Term 改成Complex Exponential OK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重新把它整理一下 把這個有E Power 正的I mPi T over P 這個Term把它提出來 所以把那個係數呢 收集一下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然後E Power 負的I mPi T over P 你把它這個Combine起來 所以這個係數呢 就Combine起來 變成這樣 好嗎 好 OK 然後我們現在Define 一套新的這個Coefficient C0就是原來的A0 除以2 那Cn呢 就是An minusIbn Over 2 是不是 那C呢 這個下標 用負號 Minus n的話 是An plusIbn Over 2 OK 好 好 那這個我們Define 這樣一套C的這些Coefficient 那上面的這個Term 上面的這個Expression 這個數字呢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就是 對不對 這個有C0 對不對 然後這裡呢 這裡都是Cn 對 那這裡呢 都是C的-n C sub-n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整個 包含這個Constant Time 跟這Summation裡面的 你就可以把它Combine成一個呢 這個 就是 Cn E power i mpi t over p 那這裡的這個 mpi t over p呢 你可以寫成 Omega n 那這個Omega n呢 這是m倍的什麼 2pi over t 或者說m倍的 這個 這是 pi over p 是不是 所以 你這個 E power i mpi t over p 你就可以寫成 E power i omega n t 是不是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我們 把這個上面的 這個Summation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因為呢 這個C有兩類 一個是n 是正的 一個是n 是負的 所以 這裡雖然是從n等一到 無限大 對不對 n from one to infinity 事實上 這個是屬於正的term 正的Cn的term 這屬於是負的 就是說 這個C 是負n的那些term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把兩個部分把它 並成一個Summation 好 但是這個Summation 是從minus infinity 到infinity 好不好 所以為什麼剛才又 Define一個C-n的道理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 那整個 F of t 你可以很簡潔的寫成這個樣子 寫成這樣 好 這裡面 因為你現在有一個 這個算是什麼 這個算是這個 合成方程式 Synthesis Equation 那Analysis Equation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樣去計算 這個Series裡面的這些coefficient 那這些coefficient 我們就帶Basic Form裡面的公式 去計算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Cn 因為等於什麼 A n minus i bn over 2 對不對 然後這個 A n跟 bn 我們原來計算方法 你就把它帶進來 對不對 把它帶進來之後 我們再用一次 這種橫等式 對不對 用一次這種橫等式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呢 Cosine 這邊有一個 Cosine mpi t over p 減掉i的 然後這邊不是有 Sine mpi t over p嗎 你可以把它 combine起來 把它 combine起來 然後呢 這個只是寫一個 寫成一個complex exponential 就是e power minus i mpi t over p 好 所以Cn是如此 那C的-n呢 只差一個符號對不對 也是一樣 你可以去證明 它事實上就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從這個 這個式子 C0 C0 Cn N是正的 這個係數是第二式 然後第三式呢 是C的-n 第三式 事實上你可以統一起來 寫成一個式子 這時候n可以是正的 可以是負的 也可以是0 Cn就變成這樣子 1 over t Integral from d to d plus 2p 或d plus t 也大t f t times e power minus i omega nt dt 好 所以這樣子就形成一個 一個這個 前面的這個 complex exponential complex的這個 Fullet Series 那形成一個pair 那這個pair呢 這個 這個式子呢 是把什麼 很多complex exponential 就是一堆sine cos 十部虛部 sine cos的這些term 把它合成 synthesis是合成的意思 合成成一個 parallic function 那這個跟它相反 把一個parallic function呢 怎麼樣 把它這個經過這樣子的計算呢 算出呢 每一個complex exponential的係數 就是它的這個waiting 和contribution 好不好 所以這樣子呢 就形成一個 complex 這個 這個 Fullet Series的這個一個pair 好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 這個 這個 一種 Fullet Series的變形 那這種變形呢 在這個 很多信號系統 還有這個 就是像說 數位信號處理 的應用非常多 不過在講那些應用之前 我們先看一個 看一個這樣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一個什麼 exponential function 1 power minus t 那 這個 我們只 我們只把 指定了一個周期 那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呢 它在-1到正1 所以它周期是 是2 周期是2 對不對 然後2分之周期就是p 那就是等於1 這樣子呢 一個這個pattern 這樣子一個function 要一直周期性的複製 所以它這個整個是長什麼樣子的呢 它應該是 變成 這個 橫走 這是-1 1 對不對 這個1 power minus t 應該是長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這個指數函數 這一點是1 是不是 不過它只指定這樣一個周期 我們希望說它 它這個是 不斷的這個複製 所以這個下個周期就這樣 下個周期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exponential function 一直 不斷的這個複製 那它的period 是從-1到1 所以是 這個大t就是等於2 對 i等於2 所以這個p呢 就是等於1 是不是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 計算它comptract form的這個 這個 Fourier series 好 所以這個 Fourier series 應該最後應該長成這個樣子 summation n equals minus infinity to infinity cn times e power i 本來是 Omega n 對不對 但是對我們這個題目的 Omega n t 好 那麼它的這個逆轉換 這個 也就是說這個 coefficient cn 是什麼呢 這個cn 我們就要套這個公式 剛才這個公式 那是1 over 大t就是這個2p 事實上就是2 然後呢 從 minus 1 到1 所以從-1 k到正1 因為它沒什麼對稱性 這個沒有什麼對稱性 可以利用 所以你可以得從整個period 從-1到正1 這樣子 你去做一個積分 這個 function 是1 power minus t 然後 它的這個 我們這裡面有個什麼 minus x-in pi t over p 那我們現在p是1 所以你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變成 -in pi t 這個p是1 那 這個 因為呢 兩者都是exponential function 只是說一個是complex的 這也沒有關係 反正 兩個都是exponential function 相乘 所以你把它指數 combine起來 所以還是一個exponential function exponential function很容易積分 你就把它積分積出來 積出來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它的上下線 這個帶進去 上下線把它帶進去 稍微化減一下 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 這裡你看有一個 i m pi e power i m pi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們曾經見過 這個事實上就是 就是-1 的n次方 e power i m pi 事實上就是什麼 e power i pi 的n次方 是不是 所以這個i pi是什麼 i pi 在負數平面上面 一個單位圓 對不對 pi到這裡 所以這個 這一點 這一點 它是-1 -1 -1 所以這個是-1 n次方 好 那 這個 這個 負的 i m pi 1 power 負的 i m pi 次方也是一樣 還是一樣 負一的這個n次方 所以共同的啦 你可以提出來變成負一的n次方 剩下的部分 你就說是1-1 的這個-1次方 好 那這個呢 寫成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利用hyperbolic sign 來表示它 你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寫成這樣 好 那 嗯 對 這個其實 要 它只是 這個分母 也有理化一下 然後這個把它寫成 這個hyperbolic sign 1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就是 我們這個所有的cn n呢 是多少 你就把它帶進去這個式子 這個係數就出來 好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synthesis的equation 這個是 這個 analysis的equation 好 那這個一個 fully series for這個 e power minus t for one period 這樣子的 一個 series 的表示法 就出來了 就完成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題目如果說你用其他的form 你是用那個sine cosine的那個 譬如說基本型的話 就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你這裡就會牽涉到 要計算那個e power minus t 乘上是cosine 或者sine的這樣的一個積分 那你還得用分佈積分法 慢慢做 這個的話就很簡單 因為它都是exponential function 所以 要合併起來 然後積分 很容易的 好 那這個 關於這個complex form呢 我再稍微再 補充一下 這個 我們再把它summarize一下 我們兩個equation 對不對 一個是f of t equals summation n equals minus infinity to infinity cne power i omega nt 這個叫synthesis equation 因為它好像是把很多的 complex exponential 事實上就是sinusoid 這些三角函數 cosine sine 我們都合稱叫做sinusoid 這些cosine omega nt 或者是sin omega nt 這些我們都叫sinusoid sinusoid 這名詞 形容詞的話 這是sinusoid 這個是名詞 形容詞的話 是這個東西加上al 這是adj 所以這complex exponential e power i omega nt 你不管它的十部和序部 因為它是cosine omega nt plus i sine omega nt 它的這個十部和序部 都是sinusoid 所以complex exponential 跟sinusoid 事實上性質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這個complex form of the Fourier series 它的這個coefficient的計算方法 是這樣 那這樣子呢 這兩個equation 形成一個 我們叫做 這個fully series的pair 那表示法 有點像我們以前 Laplace transform一樣 實域的寫在這裡 那在這個cn 這個 各位可以看 這個cn 你可以把它畫在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這個圖 這個橫軸就是omega 橫軸是omega 但是因為這個fully series 怎麼樣 它只有在離散的點 是有這個頻率的這個值 有這個omega1 omega2 omega3 等等 還有omega-1 omega-2 等等 對不對 因為n是整數 n是整數 所以只有在這一些 就是整數的 n等於整數的這些點 是有define的 有define的值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譬如說 cn的絕對值呢 為縱軸 然後橫軸呢 是這個頻率 omega and omega1 我們這個叫做frequency domain 這些omega 這個叫頻率 frequency 中文的頻率 頻率 然後呢 它的單位呢 通常這個單位是 radiant per second per second 所以這個omega呢 這個簡稱就是frequency 對不對 但是呢事實上這個 如果說講得更準確一點的話 有人把這個叫做angular frequency 或者叫做radiant frequency 所以這個呢 這個前面呢 這個有時候我們特別把它強調 這個叫angular frequency angular 或者叫做呢 這個就是radiant frequency rad是radiant radiant的意思是進度量 進度量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fooly series pair呢 等於是把一個周期性的 10域函數呢 怎麼樣 把它這個map到呢 頻率域上面的另外一個函數 所以一個是10域 一個是頻率域呢 都是同樣一個paratic function的 的一個描述 一個描述 一個描述方式 事實上講準確一點應該是一個 paratic 而且是什麼 在time上面是paratic 而且在time上面是continuous 連續的函數 然後呢 這個 在頻率域上它就會變成呢 是這個 它就不是連續的 它是discreet 離散的 這個我 我剛才一直講說 離散 discreet 這個 中文叫離散 離散 離散 discreet discreet 這個 而且呢 通常是沒有什麼周期性的 通常是沒有什麼周期性 在10域有周期性 但是在 在這個頻率域呢 它變成這個discreet 這個 沒有這個周期性的 這樣子一個呢 這個有個名字 這個叫做spectrum 這是從光學來的 叫頻譜 那很多東西呢 在10域看不清楚 那在頻率域上就不非常清楚 下回我會有一些demo 給各位看 這一個訊號呢 在頻率域看起來是這樣 但是在10域看起來是這樣 在頻率域呢 它應該是怎麼樣 以後會有一個demo可以看 所以這是一個 各位現在看到一個 這個在這個 比如說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這個DSP呢 下面呢 這個 一個在描述呢 Continuous 而且Periodic Signal 的一種transform 這種transform 叫做Fullier Series 那這個F的T呢 跟CN 形成一個Fullier Series的Pair 一個Pair 好 那我們 這個 就是Fullier Series 接近尾聲了 下回呢 我們會呢 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是關於呢 解一個二階系統 如果說它的這個外力 外力向 是一個這個 周期性函數 怎麼樣 利用這個Fullier Series 來找它的穩太解 Steady-state response 好不好 那今天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下課